小麦从西亚传到中国 如今已是我国北方 种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 小麦磨成面粉做成面食 兼满年来为人类 提供营养与能量 可是现在面粉真的有营养吗 机械都已经细化了 我们也追求白细好 但是这个营养都丢失了 把这个好东西都没有了 没有利益 占小麦营养97%的小麦胚芽 在面粉加工中却被丢弃浪费 是什么原因 喷牙的营养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麦粒底部的生命的基点 然后97%的营养在那 但是它只占整个麦粒重的2% 什么样的喷牙才是真的营养全面 专家教您辨别优劣 但是好像跟这种味道 差别上很大 有点很大 中间可能有些奥秘咱们不知道 精彩就在本期八辈子学吃 被忽视的营养食品 小麦胚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国人以各种面食作为三餐主食 已有3000年的历史 在北方 饺子 包子 馒头 花卷是最常见的面食 西北部的人们喜欢将面粉做成各色面条 在新疆 馕也是当地人的主食 而在江南 人们更青睐小笼包 生煎 当然还有阳春面 而这样花样繁多 形形色色的面食 都离不开一种植物 那就是小麦 在人类历史上 相比畜牧业 农业发展较晚 大约是一万年前 地中海东岸的居民开始放弃了游牧生活 扎根农田 因为这里生长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草本植物 尤其是绝无仅有的小麦 从以色列到伊朗 伊拉克地区 人们最早开始耕种小麦 可以说是小麦孕育了肥沃的新月文明 如今人们用它磨制面粉 制作出各种美食 已经成为世界上分布最广 面积最大 营养价值最高的粮食作物之一 而说到小麦的营养 似乎经常被人们忽视 小麦从出现到现在 已经有七千年左右的历史了 那么小麦从我们把它 从野生驯化成现在的样子 它的营养素是逐渐地增加的 每一个小麦它的麦子皮 也叫麸皮 我们现在都会把它做成一些膳食纤维 那么再就是我们剩下的这种 比较精致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面粉 面粉从中医来讲 就是能够补人的气血 同时能够撞筋骨的 也就是说经常吃面食的人 我们身体会比较强壮一些 因为它的营养素是比较全面的 那么再就是 还会给我们提供一些 微生素和矿物质 这些都有助于促进 我们身体的生长发育 早在我国唐代的中医著作 《本草十一》中 就有小麦营养的描述 小麦粉 补虚 食人肤体 后肠胃 强气力 用现代医学解释 小麦所含的B族维生素 对人体肠胃非常有益 而矿物质 则是人体能量的来源 19世纪 科学家在法国一家面包厂 发现工人们无论年纪多大 手部皮肤丝毫不松实 更没有老年般 原因是他们每天揉搓小麦粉 小麦中也富含微生素E 是今天抗氧化 抗衰老药物的主要成分 但关于面食的营养 也有不同的观点出现 高冲 国家高级营养师 高级营养培训师 小麦胚芽研究专家 在他看来 现代面粉所制作出来的面食中 富含营养的说法 似乎值得商榷 如果谈到小麦 这个百分之百的营养 其中百分之一在麸皮上 百分之二在我们所吃的面粉上 然后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七 是在皮牙里 如果说几十年以前 石墨加工的过程当中 全麦放进去之后 得到的是全面粉 除掉了我们口感太差的 那个麸皮之外呢 那么我们可以获取 百分之九十九的 全面粉的这个营养 全麦子的营养 那么至于现在呢 应该说科技也发达了 生产力也解放了 方方面面吧 透过呢 再加上我们现在 对口感的需求呀 然后这个面粉加工完了之后 还有一个货架寿命呀 所以 那么从美观上来说 麸皮和胚牙都是属于褐色的东西 那么它颜色发褐的话 这个面粉要的是白 所以这个就不符合 我们感官向的一个要求 从口感上 那么我们的这个胚牙 硬度比较硬 口感比较差 所以呢 要从口感上又适合不了 我们的这个需求 所以现在的面粉当中 胚牙含量几乎没有 什么是小麦胚牙 它的营养真的这么重要吗 我们从小麦的植物学构造中 可以找到答案 麦穗包括麦芒和麦粒 一束麦穗通常有40颗麦粒 紧凑而有序地排列着 每一颗麦粒又有三部分组成 最外层是麦粒和糊粉层 是麦粒的外皮 里面包裹着便是胚乳 胚乳含有少量的蛋白质 脂肪 人们之所以可以将小麦 磨成面粉 正是因为淀粉 是胚乳最主要的物质 麦粒的最后一部分 不易发现 在底部 麦胚与麦粒之间的一小片 在小麦生长过程中 它为麦胚和整个麦粒提供养分 相当于动物的胎盘 储存着小麦99%的营养 是整个小麦营养的集中点 这便是小麦胚芽 小麦的营养物质 大约有50多种 比方说我们人体生命 所必须的蛋白质 所必须的脂肪 以及碳水化合物 以及维生素 矿物质 那么另外呢 像是小麦黄铜 28丸醇 核酸 如果谈到小麦 这个100%的营养 其中1%在麸皮上 2%在我们所吃的面粉上 然后呢 剩下的97%是在皮牙里 原来最早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吃的面粉 你会吃到那个天然的麦香味 但现在呢 是白白的非常漂亮 但是你找不到麦子的味道了 那随时呢 营养价值也就发生了变化 原来的黄馒头 它里头会有一部分胚芽和营养素 像维生素B组了 各种营养素全面 你吃上的代谢 人体代谢就不会有问题 现在的因为食物精细化 给人带来了一种代谢缓慢 所以就造成了 现在很多的慢性的流行病 在传统面粉生产过程中 石墨将整颗麦粒 碾压 研磨 去除敷皮 留下面粉 而在现在机械化的 面粉加工工艺中 小麦胚芽是被割离 丢弃的 这就意味着 尽管小麦有着大量的营养 但当磨成面粉 做成面时 我们知道的营养只有原先的1% 配牙的颜色是黄色的 把它加在面粉里面 影响面粉的颜色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 小麦配牙含脂肪比较多一点 它对面粉的保质期有影响 倒置面粉比较容易酸败 尤其在夏季 如果纯的配牙的话 一个礼拜可能就要发生酸败 对 基于上面这两个因素 现在一般工艺比较先进的面粉厂 都是将配牙单独提出来 但并不乏忧少数工厂 早已意识到小麦配牙的重要性 就在山东江南市的 这家大型面粉加工厂 使用瑞士引进的布勒公司的 一体式整套制粉设备 它可以将麦配乳 进行反复的极精细的切割 加工成筋度不同的面粉 更难得的是 可以完整地切割 提取小麦的配牙部分 纯度极高 少有杂质 加工到这一步 我们的小麦配牙才能够出现它的圆形 再来 我们看看小麦配牙怎么提炼 好不好 这个地方 好 先看看啊 就在这里面 反反复复的很多步骤 到了现在才有了小麦配牙 这些扁平的小粒粒就是小麦配牙 也就是麦当中营养最丰富的地方 甜的 麦香粉 小麦面粉的营养已经大不如以前 我们能获得的只能是碳水化合物 而配牙能成功地完整提取 无疑是一项先进的技术 让小麦中的营养再次被人类利用 更有不少消费者 已经从食用小麦配牙食品中获益 小麦配牙全面的营养元素 又能够给我们人类的机体 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市场上的配牙食品品牌众多 高纯度全营养的小麦配牙 同时呢 在过程当中您对我们的小麦配牙感兴趣的话 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观众互动热线 咱们一起来分享小麦配牙的好味道 好营养 被完整提取的小麦配牙是珍贵的食材 其营养物质占整个小麦的99% 将配牙深加工 变成利于人体吸收的食品 已经不是新鲜事 越来越多的人 意识到食用小麦配牙的重要性 并从中获得健康 他心脏大桥 然后我的孩子知道了以后 就一定要让他到上海去做 上海二一大的附属医院 我四天半就给他拆卸了 说因为伤口长得非常好 说一般的人都要五天 像我那个岁数 我当时 他七十二吧 那年 七十二做了手续 我四天半就切馅了 他说根本没有 没见过 伤口愈合得特别好 而且也很快 对 医生都很说 说他的体质怎么这么好啊 实际上可能就是 可能与这些有关系 可能与这些有关系 它里面就含有大量的益吧 益其中有一个作用 伤口愈合好 这个培养可能就是好东西呗 麦子的芯芯里头 那点有生命力就从那儿出来的 就靠那个花来 对对 我干这行也是干了有个两三年了 首先我们这个糕点 是绝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天牙剂 绝对不含反式脂肪 然后我们产品的很大一个特点 就是都加入了小麦配芽 大家都知道 我们平常使用的面粉中 是没有那个小麦配芽的 但是呢 小麦的营养的精华呢 又都在这个配芽里面 所以说我们就尝试着 在这个糕点中加入小麦配芽 它是相当于把那个小麦的精华 这个营养提取出来 然后又加入了我们的糕点中 面点还原了小麦原有的一个口感 和麦香味 让它更加的好吃 更重要的是 我们把小麦丢失的这个营养 补充了回来 让这个面点的营养 更加的全面丰富 因为它里边有胃义的成分嘛 维生素E本来就有养颜的功能 所以我就去把它做成面膜 然后浮在脸上 结果没想到它挺好 因为脸上有很多那种红血丝 或者一般的痘痘什么都没有 所以最近 反正从吃这个这几年吧 脸上起痘痘的情况 是很少发生的 对于有时候 就是身体有时候会发胖嘛 然后吃这个的话就蛮好 每天早上起来喝上一杯的话 一上午都不会有那种饥饿感的 而且你吃很多那种很高的 高热量的东西什么 它都是不会吸收的 然后我就说 所以也就可以放开地吃 不用说跟减肥那样 还要借口 然后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等 小麦配芽当中 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尤其是维生素E的含量 非常高 它维生素E的含量 大约是34.9% 而它的维生素E这一块 现在应该全民可能都知道 也还衰老呀美容呀 但是在医疗医学这一方面 和营养学这一方面呢 它对内分泌系统的这一个改善 对生殖系统的改善 然后呢 对末梢循环的改善 然后呢 对即将做妈妈的母亲 对房子新生儿黄歹 小孩斗鸡眼 新生儿斗鸡眼 然后呢 对这个 比方说 女孩子痛经啊 方方面面 生殖系统的一些方面的状况呢 都改善得非常的好 除此之外 小麦胚芽 富含各种营养素 高达50种以上 是目前已经发现的 自然界中营养最全面的食物 主要包括 优质蛋白 不饱和脂肪酸 维生素E B1 钾 辛 以及纤维素 不妨让我们 将这些营养素 与常见食物做个对比 首先看优质蛋白 它不同于普通蛋白质 优质蛋白更易人体吸收 不会对肾脏造成负担 一般100克小麦胚芽中 优质蛋白的含量 是40克以上 是对虾的两倍 牛肉的两倍 鲫鱼的三倍 羊肉的三倍 鸡蛋的四倍 大米的五倍 牛奶的十倍 然后是不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 对于清理血脂 血栓抑制肿瘤 意义重大 而每100克小麦胚芽中 不饱和脂肪酸占15% 含量虽不积坚果 但也高出三文鱼一倍 是燕麦的两倍 是甲鱼的六倍 小麦胚芽中 矿物质甲的含量是最突出的 甲在人体中参与蛋白质 和碳水化合物的代谢 促进肌肉收缩 给人体提供能量的同时 保护血管和心脏 缺甲的最明显特征 是经常疲劳 体力不支 头晕眼花 心力不齐等 每100克优质小麦胚芽中 甲含量为2000毫克以上 也就是说 充服一杯小麦胚芽粉 所补充的能量 相当于吃掉三根香蕉 四个苹果 一大份香菇炖鸡 十根胡萝卜 或者十碗米饭 另外 胚芽的维生素C 维生素B足 和纤维素含量极高 可以有效帮助人体 分解脂肪 蛋白质 糖分等 同时帮助排除体内垃圾 起到排毒养颜的作用 我们抬到小麦胚芽的时候 我们不能忽略 它所含的纤维素这一块 因为现在人很可能 我们都吃得好了 吃不愁 拉很愁 所以现在有一句话叫 吃得好不如拉得好 而我们拉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吃东西太精细了 水果要打碎了再吃 然后呢 蔬菜也要吃最耐的 面粉也要吃最精致的 当我们吃的东西 越精致的时候 我们却忽略了一种身体 非常需要的一种纤维素 而小麦胚芽当中所含的纤维素 高达5.6% 在营养学上有这样一个标准 只要超过2%的纤维素的 营养食品 就可以叫高纤维食品 而这个呢应该叫超高纤维食品 而它的这种小麦胚芽当中 所含的这个纤维素 胶质纤维和木质纤维的这个比例 非常适合于人体肠道的这种环境 所以呢 它对便秘呀 痴疮呀 防止这个 比方说痴肠癌呀 等等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小麦胚芽质量的优劣 与小麦本身有着直接的关系 小麦的产地 环境 土壤 种植技术 都决定着能否得到优质的小麦胚芽 胚芽必须经过深加工 才能发挥营养作用 溶水技术是决定小麦胚芽 能否让它的营养元素 被我们的人体充分吸收的关键 在购买的时候 我们又该如何去辨别它的真假参差呢 通过专家的实验 结果一目了然 过程当中 对小麦胚芽感兴趣的话 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观众互动热线 你会获得更多关于营养的知识 这个土壤好的时候 这个麦子的营养集增点在胚芽当中 它97%的营养嘛 相反呢 如果土壤里头都有害物质 它也是个营养集增点 那这个麦胚芽 这个麦粒当中有害物质 它也会占的最高 但并不是任何一种小麦 都可以产出营养极高 对人体有益的胚芽 想要让胚芽的营养素发挥到极致 小麦胚芽的品种选择 提取方式和加工方式等 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是我们经过十几年 几十年的选拔 全世界有的最好的水质 土壤 还有不用花肥 农药 天然种肥最好的地区 那我们选的是加拿大 因为这个加拿大小麦 它是主要的产地在加拿大的 马里托巴省 它是一个比较寒冷的地区 跟我们东北的加木斯 它的维度是一样的 它那个土地都是黑土地 气候比较寒冷 也不怕打农药 然后空气比较新鲜 水质没有污染 千古 这些有害物质 那么我们国家 容器标准是 一公斤里头0.5维克以下 那么在我们检查 我们用的加拿大小麦 每公斤0.0.01维克以下 医乎是不存在 小麦的原产地 生长环境 自然条件 都决定着胚芽的营养质量 延长麦粒的萌发期 也是提高胚芽质量的关键 让麦粒达到萌发状态 胚芽的营养素更是大大增加 这个胚芽在什么时候最好 就是给这个麦粒一个温度和水分 它在保持到4个小时到5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小时为 这个时候为萌发期 就是这个麦子要启动 要发芽的时候为萌发期 这个时候的胚芽活性最强 营养价值最高 也想当一个动物 像这个动物受孕之后 它的这个母体的营养 全部往胎盘上供 这个时候的胚芽 营养价值和活性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营的胚芽就是这个胚芽 那我今天就带来了这样几种 首先这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红麦 红麦的 做提区的小麦胚芽 小麦胚芽 这个也是一种小麦 这个也同样都是麦子 都是麦子 但是这个叫白麦 这个也叫红麦 但是它所产地不同 比较一下我们的小麦胚芽的区别 你看 这个看起来颜色比较黄 淡淡的黄 另外一个你仔细看一下 它每一片的胚芽都是成片 非常的独立 独立的个体没有破损 是是是 另外一个拿开来看 几乎没有杂质 基本上没有啊 是吧很完整一个一个的 对对对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再看这一个 打开来一看 好 像这样的 你从这里面能够挑出单独的个体 有 但是在这个个体的背后 你会看到 哇 几几多多像这种的 深褐色的东西 没错 这叫什么 麦麸皮 这就是麦麸皮 对啊 并且把它掰开一看 杂质很多 没错 你看 它提纯度不够 这边 这个的提纯度大约在97% 97 也就是说呢我同样花钱 100块钱可以买到100斤 当中97斤的小麦胚芽 而这个呢很可能同样的价钱 你买到的太多的麸皮 嗯 知道吗 明白明白 好 看这一个 当地的小麦 你看这一个 这个小麦呢 几乎你的胚芽 没有一个完整的 很碎啊 你能看出来吗 对 比较碎一些 比较碎一些 而且很干燥 没有 你看 很干燥 所以它的小麦胚芽的 含油量太低 加拿大红麦是世界公认的优质小麦 除了地域 气候 土壤方面的优势 其麦力非常饱满 体积更是大于普通小麦 这样的小麦 可以完整地提取出胚芽 相反 其他地区的小麦 尤其是国产小麦 颗粒小 筋度低 更适合加工成面粉 很难提取出完整的 高纯度的小麦胚芽 直接使用提纯的胚芽营养 并不能完全被身体吸收 所以需要进一步深加工 制成可以充服的胚芽粉 胚芽粉可以溶于水 也就意味着可以被人体吸收 什么样的胚芽粉 才是纯度高 无添加 营养全面 异于人体吸收的呢 你看一下 看一下 我拿来的这两种小麦胚芽粉 你认为哪一种比较好呢 就是通过我刚才了解 这个还挺有难度的 我试一试 朋友们 这两种从颜色上来看 我就说直接从看来看 这种是颜色白一些 这种相对来说会红褐色一些 一目了然 所以说刚才说过 好像是这个红麦的品质好一点 我觉得从颜色上 可能这就是红麦 这是从颜色上来看的 第一是肉眼看 刚才你看的很正确 然后第二是鼻子闻 鼻子闻一下 你快闻一下 好 淡淡的一种 怎么说呀 再来一遍 你感觉有点 仔细一遍 面粉的味道 面粉的味道 面粉的味道比较浓 也不是很浓郁 这个就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呢 就闻起来特别像那个花生仁 加上黑芝麻 粘成的粉末那种香味 好 就感觉到是那种 能榨出油来了感觉 好 这种感觉 这种特别香 朋友们 所以说经过我的断景 通过这两种 我已经可以说了 这种颜色深的 应该是好的 购买小麦胚芽 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辨别优劣 先看色泽 优质的小麦胚芽粉 尤其是加拿大红麦提炼的胚芽粉 无论是干燥状态下还是冲泡后都会呈现咖啡色 这是红麦本身的颜色 而其他产地的胚芽颜色偏浅偏灰 其次闻一闻胚芽粉是否有浓浓的麦香味 优质的胚芽粉会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也就是胚芽油 会散发出油脂本身的香味 而提纯低的胚芽粉 往往会添加香精来增加香气 再就是看冲泡过程 纯度高无添加剂的小麦胚芽粉 冲泡时会有气泡浮在上面 而且这些气泡会反射出彩色的光线 这同样也是因为胚芽中的油脂丰富 相反一般的胚芽则黯淡无光 另外溶水技术是鉴别小麦胚芽粉 能否完全被人体吸收的关键